主席 我請夏主委 請夏主委 主委你好 主委我請教一下 馬錫會可以說 兩岸隔絕66年來 第一次 由 馬英格總統跟習近平 總司記的一個 新加坡會談 等於是一個破冰的一個 會談 那請教一下 是在如何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 不為人知的一個 秘密什麼有辦法 來促成這一次的一個會談 我 這個我在多次的場合裡面講過 過去兩岸領導人 想要希望能夠見面 其實不只是馬總統在過去 李登輝總統時代陳水平總統 都提過這樣的事情 馬總統在過去兩年裡面 因為APEC的參與的關係 所以也有好多次機會 大家討論到 是不是可以在APEC場合見面 這個馬總統一向表示 是他從來不排斥 也不會去強求 那中國大陸方面就表示說 也多次也講希望兩岸的領導人 可以碰面 他們也表示在APEC場合 是不方便的 所以這一次就是在一個 談到這個 兩岸的互動的一個場合的時候 我們提到說 如果他提到說兩岸 張志勳先生說兩岸的見面 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 也許可以再往上提升 那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 是樂觀的 那我就表示說 是不是可以在APEC 那他也表示APEC不便 所以那我們就決定說 回去也許在第三地 特別是我提到新加坡 然後回去各自請示 當時只是一個 在這個談到 談話的一個 不是正式會議的一個場合 談到這樣議題 時間也沒有花很多 回來之後各自請示 發現雙方都有這樣 一個強烈的意願 所以就在莊嚴對等的條件之下 我們開始推動 那接著的會談 民進黨一直在炒作 是為了大選的一個會談 要為國民黨的選舉加分 這個民進黨的這樣的一個誤解 主委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也怎麼樣的論事 來讓民進黨 或是這些在野黨 紅中必反 因為反對 你要透過你的 內部的了解 以及怎麼樣來促成這次的馬錫會 其實為了整個國家的安全 兩岸的一個和平發展 所奠定的一個基礎 為了以後要更加的深化 兩岸的一個交流 跟穩定和平發展 所以說你要拿出本事出來 要來說服民進黨 說服在野黨 你有怎麼樣的進一步的做法 這個馬總統他本人 現在也不是黨主席 國民黨的黨主席 也不是要競選連任 所以他這次的整個考慮 沒有個人或者一黨之師 他是覺得是為了兩岸長期 能夠維持鞏固和平 能夠維持這個保持現 台海繁榮和安定的現狀 所以才推動這樣一個案子 但是好像你所報告的整個構成 有時候你掏心掏會 民進黨也不領情 就好像在雞同鴨長一樣 那有什麼進一步的奏法 要讓整個事情更清楚明白 而且讓國人都能夠一朗無遺 我想我們只有盡量的把它透明化 讓所有的事實 能夠鋪陳在民眾的眼前 所以我相信了解的人越多 越會對於這次馬錫會的價值 會加以肯定 那你目前回國這幾天 跟馬錫會的進行 那目前 各國的媒體的報導 以及國內媒體的報導 以及 全世界正式馬錫會的問題 那到底正面的發展怎麼樣 你能不能簡單地說清楚一下 我覺得如果大家仔細地看媒體的報導 如果可以看到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能夠跟中國大陸的國旗並列 然後兩個人大部分稱呼都是 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大陸的主席見面 我們在提到這個事情 我想我們整個國際的形象 國際的地位 的確是有加成的效果 我覺得非常好 那所有的評論 基本上也都是正面的看待 認為兩岸的和平又可以多一次的保障 可以加以維護 所以我也要請教我們民進黨的朋友 我記得 蔡英文主席也擔任過陸委會的主委 對於整個九二共識 一中購表 也曾經參與過這樣的一個決策 那在這個時候 他為了 進選總統 爭取中間選民 也拋出了兩岸的問題 維持現狀 那維持現狀 應該是維持在中華民國的一個憲法的架構之下 兩岸的穩定和平發展 那兩岸的穩定和平發展 之所以有辦法 繼續深化來發展 也就是由九二共識的一中購表 大家要 以大吉為重 平心盡氣 因為 這樣的馬錫會 傷害到台灣的民主 我不知道 他講這句話的邏輯又是什麼 等媒體一面倒的時候 又改口說 在三個的原則之下 可以接受蔡錫會 難道蔡錫會跟馬錫會 還是一樣 在九二共識的一個架構之下 一中購表 才有辦法的促成 也是民進黨或是蔡主席所願意來接受 也有機會來蔡錫會 所以說 蔡錫文主席提出的一個原則就是 對等的尊嚴 公開的透明不涉及到政治的前提 現在我請教夏主委 我們的馬錫會 有沒有做到對等的尊嚴 有沒有做到公開的透明 所以說 蔡錫文說的 不授集到政治的前提 說實在 他這兩個的原則 好像 還是有一點聽不太清楚 不太懂 你是專業 你又是兩岸的政策指導 你能不能說清楚一點 方委員 我們一直很希望這個兩岸的政策 可以是兩黨和各黨一致的 就像我們應該外交政策也是如此 這個九二共識 有些人也許不喜歡 可是無可會言的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我們一中各表的基礎之上 這個我們在過去七年的確是兩岸保持了和平繁榮穩定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情況要繼續維持下去 這一次馬習慧就是馬總統同意去見面 第一個當然是沒有政治的前提 而是在兩岸 我們知道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之上過去 第二我們是完全對等尊嚴 所以雙方都沒有用互相的正式的職嫌 而是用領導人以及互相尊身先生 也不簽署任何協議沒有共同的新聞稿發出 我覺得這些都是對等尊嚴的 然後也完全接受了國會的監督 我們現在的報告以及這個馬總統 有可能願意接受立法院的邀請來做報告 這個就是接受國會監督的一個重要部分 既然民進黨的朋友口口聲聲說 要對等 要公開透明 那馬總統回國的記者會 以及所有年內在會談的整個說明 都要公開提供 這個是好事 更應該讓馬總統接受國會的監督 也是民進黨所口口聲聲要求要做的 那沒有想到為什麼馬總統在等待立法院的邀請的時候 民進黨一反以前的作法 再三的阻擋甚至於排斥 我不知道這個邏輯是什麼 主委你有怎麼想辦法來促成呢 總統到國會來報告 我想這是立法院的職權啦 我想要尊重委員及立法院整體的決議 那當然立法院 國民黨黨團要有所動作 以更務實的 讓馬總統在整個會談的經過 而且公開透明 接受國會的監督 那也希望 主委員要促成 讓在野黨 紅中必反 這些委員 也都能夠來共同支持 那你也要有所動作 有所作為 國民黨團歸國民黨團 該我們陸委會 處理的部分 進行的部分 大家共同來合作 能不能做到 我想我們陸委會會 全力的把這次整個會議的這個 內容做最完整的一個鋪陳 如果委員還是有不滿意 或者還需要進一步指教 我覺得也許邀請總統到立法院來 是一個最佳的辦法 兩岸的問題 66年來 可以破天荒的一個突破 但是 有嘴說到沒辦法 對於民進黨 或是這些在野黨的朋友 好像雞同鴨獎 大家應該平心盡氣 以大吉為重 所以在這邊 也特別來提出複議 感謝大家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蔡正元委員質詢 時間八分鐘 主席 本席想要請夏主委 請夏主委